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观看一下 这毕竟是属于一个资料 它不算是视觉化报表 那至少在这资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单位最多 第二名是谁 第三名是谁 好,这个资料报表 接下来呢 我们如果说想要去分析一些 那个里面的一些事情 举例来说 我现在想要分析 我们这里是不是有贴文的开始日期 跟贴公告 新闻公告的结束日期 所以呢 我们可不可以新增一整栏 就是去把这个日期减这个日期 去看一下 有没有小于零的 小于零代表什么意思 结束日期 早于发布日期 那请问这样子的新闻公告 是不是很奇怪 好,我们再去看 是哪几个单位发出来的 这就达到集合的目的了 好,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还是要去学一点 就是说 那个 呃 韩式的应用 怎么做呢 因为现在只是要很单纯 用相减 就是这个日期减这个日期 所以怎么做 在首页底下 新增量值 稍微注意哦 你现在就只有一个资料表格 叫data data里面 我们就用首页 新增量值 请问是要新增一个值 还是很多个值 很多个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用新增资料行 因为这边 这个数值减它 得到一个结果 这两个数值相减 得到一个结果 这两个数值相减 得到一个结果 所以每一列的资料 都会得到一个结果 所以是新增资料行 就是一整栏的资料 都要算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内容叫做什么 例如说这个内容 我们应该叫做 公告起好了 新闻 公告起 然后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要用这个 结束的日期 结束日期在这边 这个结束日期 好 所以怎么样去找到 这个结束日期呢 在这边你只要知道两个 取用资料表 还有取用栏位名称的方法 怎么样取用资料表 一撇 一撇 然后接下来 往下去选找到data里面的start date start 这个 然后记得用tab键 空一格 我个人习惯是空一格 就是在打那个符号的时候 运算符号 我会特意的空一格 然后减什么呢 空一格 一样一撇 透过一撇 提醒你们一个小小的技巧 如果万一我现在输入一撇 没有出现这一个参考的资料的话 建议你按一个空白键 然后再往前三 就这个东西一定会跑出来 有时候真的会这样子哦 然后接下来去选择这个data底下的end date 然后tab键 接下来点一下enter 对不起 我不要后面这个点date 然后直接按一下enter键 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右边这个日期 它现在不是用阿拉伯数字的呈现 主要是因为它是日期相减 它就减出来变成一个什么 一个 例如说我们1900年1月0日 这是第一天 这是我们的元年 就是电脑元旦吧 应该叫元旦 就是电脑 使用电脑的第一天 这是它的一个定义 但我们不是要在这边用什么 日期呈现 我们应该把它改成阿拉伯数字 所以怎么改 所以在模型这里面 请把资料类型改成整数 然后它说这个日期即将换成整数 阿拉伯数字 所以是否要继续 当然要选是 它就变成阿拉伯数字了 拉到最右边来去看 是不是就是这些数字了 那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我们很少是直接用这种很大资料报表呈现出去 等一下我们去把这个内容做一些区间化 区间化 好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70 这就是不合理的资料 这就是不合理的资料 可是我希望等一下我们是在报表里面来去呈现 例如说 复职的是哪几个单位做出来的 好 例如说 过长的 有过长 有很长的 例如说拉到最右边吧 所以它新闻公告 你看还要提早一年前 这代表应该是打错日期 打错那个 对不起 好 我稍微改一下 end 越低 道 对 那就 GTA 难 对 看